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姐老師推車 耶 好久沒有那麼興奮了 為什麼 好久沒有跟大家介紹美音他媽媽了 想當初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常拍有沒有 還有自己拍335 我也沒有A5 為什麼後來不拍了 因為自從我買了二系列之後 模組化的設計讓我對於BMW的車 覺得每一台看起來大同小異 那不知道該要怎麼去介紹 所以就很少拍 那今天久久的來到現場 2012年的M135i 但是重點是它是首排的 好不好 這台車一回來我就迫不及待 開了一個禮拜有吧 然後我就聽到熟悉的BMW的警示聲 你知道嗎 開BMW的車主最討厭聽到 也最常聽到的聲音是什麼 你知道嗎 開開開開 到時候後製你去找那個聲音 我跟你講 比如說有人看這個影片 看小事的這部片有沒有 BMW的車主啊 看一看在杜姑睡著有沒有 然後忽然間 你怎麼會醒來 你去練 不管做什麼事情會忽然醒來 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台 12年它這個是F20的世代 它是F世代的 今天這台前車主有做一些小小的改裝 我記得跑11萬公里左右 直六氣缸 雙窩流 單窩輪增壓 320匹馬力 45.9公斤米的扭力 然後它是後輪驅動的 全吊前面麥瓦城 後面有五連桿 BMW那個顏色 這個不要很多人裝 再來它下面加了一個 這個算是訂風翼 鋁圈它沒有加大 它原本前面應該是225 40 18 後面應該是245 35 18 那基本上它換這個Race的鋁圈 也是18吋的 只是它把後面加寬成為 25 535 18 它的四個碟盤也都把它換成了 跨線加打孔通風碟盤 鋁圈正的 Race不凶 Race四腳十幾萬 你看它這邊有刻 其實很簡單 就這邊刻一個MED的銀夾片 是刻進去的 不是貼貼紙 這應該是正的 避震器我剛看了 它應該是依照原來的設定 然後這邊當然做一個小小的裝飾 Carbon的一個後照鏡試蓋 它後面有沒有改 其實我不太記得 沒有就長這樣 但我覺得它下面這黑色的不太一樣 本來就這樣嗎 對 還是它有噴黑 黑的是原廠就黑的 這就黑了 它這尾翼怎麼那麼鬆 加了一個尾翼 然後我有看它是原廠的排氣管設定 加了一個閥門的側牌 其實我跟你講這種六速的 300多匹的小鋼炮 軸距又短 車重又只有1400公斤左右 再加上後輪驅動 直六渦輪六速手排 這個參數聽起來不開心嗎 這個已經集合了所有性能米所需要的元素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車主跟我有點接近 我常常在講 有時候買一些車子或是改裝車 你主要是要看前一個人 改裝的這個Sense跟你一不一樣 習慣跟你一不一樣 就像我們去看房子找房 每個人都說他自己的裝潢 結果移進去 哇靠北 那裝潢看起來 像明末清初那種 你看年輕人看就不會好 你知道嗎 你跟我說我裝潢花五六百萬 結果他去看 哇全部都木頭 古色古香 我們合不來 那就沒意義 這個車主呢 我覺得他就改了鋁圈 跟一個安全的煞車筆碟盤 那排氣管呢 他也選擇是可以切換的 這完全跟我那時候A250差不多了 我那個A250手排其實也沒改什麼 外觀稍微點綴一下 排氣管也是用一個閥門 我是沒有改鋁圈啦 但是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 我覺得他這一代的車頭 有點頓頓的 我覺得他這頭燈不夠銳利 大概只比10年款 那個叫做187那時候 稍微好看一點而已 但是我覺得他下一代的是比較好看的 我們店裡面有一台這一代的118 改成下一代的車頭 那個車頭 我覺得那個車頭就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其實那台車它原本是長這樣 他改了車頭車尾 都改新款的 整個那個感覺起來 所以如果假設這台車 我把它溜著開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改車頭跟車尾 好看一下內裝 內裝這一代內裝 我相信應該也看過很多次了 它的所有的飾板都是這種 我之前都講抓皮 蛇皮紋 然後他這一代的椅子 就是這種零格狀的 然後兩側都是用反皮的 那我很喜歡這一開椅子 第一個它的軟硬適中 它不會太軟 也不會硬到你受不了 對我來說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然後再來一個它的包覆性 跟它的挺立的硬度 還有它的材質 所以這一開椅子是我坐起來 我覺得是最習慣最喜歡的 這個四條裡面M版的會有多藍色的四條 在一個中控台上面 來後座看一下 前面是我開車的一個距離喔 所以後座其實蠻小的 我沒辦法做直啦 你看我頭髮 我頭髮是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嗯 我要做直 摸到了 壓到了 什麼根本就壓扁了好不好 我頭髮被壓扁了啦 抓得這麼膨幹 真的 欸 啊沒有天蓬掉下來了 通餅 怎麼那麼快 不過這個是通餅啦 這個BMW不要說E系列 全部都一樣 時間到了就是要掉下來好不好 這個之前柯P講過了嘛 進口車大多都是用扣籃黏上去的嘛 日本車或國產車 現在很多都用一體成型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天蓬掉下來的問題 好那差別就是說 你國產車跟日製的車 天蓬其實它比較薄 那其實這個很厚喔 阿丹你手可以來摸一下 它掉下來的這塊布是厚的 哇 蠻厚 真的蠻厚的 對 它是厚的 不是Auto Hold 厚的 呵呵呵呵 所以它原本應該是高一點啦 就不會用到我的頭髮了 你看 還是蠻局促的啦 我膝蓋就 它這裡雖然有做兩個凹槽 它這兩個凹槽設計得很剛好 你看 剛好頂著 然後我真的只能照它規定的位置做什麼 不過這樣很好欸 如果有前後 我比較不會身體跟著滑動 整個都卡住了 不過不舒服啦 然後後座也有出風口 中間也有一個點焰器的充電孔 中間扶手你看 它整個也都是做一個反皮的包覆 有兩個杯架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車廂好了 蠻窄的啦 這真的不適合載人 而且啊 你看它車門的那個開度也講不容易 所以我只有其實 你如果以下面來看我只有 這大概50公分不到吧 50公分不到的地方我可以轉身下來 它這個前車主也做了很多隔音你看 好 這裡也有貼 這都是前車主自己加貼的 我跟你講要開這個車 第一個對車有興趣 性能迷 愛車人士 跑不掉 一定是這樣 好 後車廂打開 來 下面就是電瓶 好 它也是用不太計 打氣機千斤頂都在那邊 都往它自己的位置 旁邊這個有急救包 旁邊裡面這個是急救包 好 你看它這個 連這個啪啪啪的聲音都用一個電子 這測度是一年 後面就這樣 它這個引擎應該是N55的B系列的引擎 B系列的引擎是基於 那個N55就是N54的進化 因為N55它還因應了不同的車款 銷售不同的地區有做不一樣的微調 好 那今天這個是B系列的車款 好 有油壓頂桿喔 渦輪管很會壞 渦輪管要換成鐵的 哎唷 渦輪管換了 你看 專業 我跟你講這個專業的一定要換這一根 它還會爆渦輪管啊 我記得它這一代的引擎 渦輪好像有加大 因為我記得前一代是300P 印象是這樣 它是雙渦流當渦輪 我記得它這一代N55的引擎 渦輪有稍微加大 我忘記這一代還是下一代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這很多網友很專業 他們一定知道的 他們一定會跟我講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車主呢 我相信它應該也是針對通病下去做改進 而且你看它的水管也更新過了 我跟你講這就是怕爆水管 你看這個接頭是塑膠的 外夭壽你看 日本的是不是直接這個水管會直接鎖在鐵線上 對 對 塑緊在鐵線上 它不是 它媽的 它就是硬要給你用個塑膠 然後這邊有一個卡扣卡進去 這個也一樣 你拍這個更清楚 有沒有 全部都用塑膠的 再來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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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壞 而且再加上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B&W的引擎工作溫度真的很高 它是屬於高工作溫度的一個引擎 別人再加上歐洲啊 老是想要這個走在最前端嘛 環保有的沒的 所以材質上面 不是這麼的耐用 越耐用越不環保 越環保 越不耐用 好像繞口令喔 造成了很多 你看我們剛剛講 渦輪管會爆管 水管會爆炸 其實都是什麼 塑料的問題 這台車我本來開的時候 我以為它很低 所以我上下一些 我家就斜坡了嘛 還有一些停車場我都打很斜 後來我發現其實它 避震性根本沒換過 然後它這個定峰液裝上去 會造成視覺效果以為 讓你以為車很低 可是其實它車不低喔 你看它這裡距離這還滿遠的 也沒有暢戀啦 然後其實它距離這裡也滿遠的 你看 我剛開始開了 我想說哇這個 去停車場還是上我家的停車場 會不會磨到 害我都打很斜 後來我發現 欸 我這樣台北市停車場開 我家這樣開來開去 沒有磨到過 後來我才發現其實它 避震性沒有換 所以它的高度其實蠻高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 說到這個N55的直六引擎 一定不免俗的 要給大家聽一下 它啟動的提速排氣管的聲音 你知道像Toyota的車 冷車發動它的轉速其實拉很高 然後等它熱車它會慢慢掉回來 以前有很多剛買到Toyota的車主 都以為它車壞掉了 因為一巴動的時候 它也很久喔 然後等它工作溫度到 它就會掉下來 以前我們會被很多的買Toyota的人問說 欸 小事 我的車是不是壞掉 為什麼 我 尤其天氣冷的時候 我一發動 那個轉速好高喔 我說 啊沒有 你等它熱的時候它就掉下來 好 大概會高到 我記得會高到大概4000轉 這麼高喔 對 所以很多人 車主會以為它的車有問題 可是其實不是 等它工作溫度就掉到2000轉以下了 很神奇 好 我來發動一下吧 大家來聽一下它這個啟動的聲音 我最喜歡聽它這個啟動的聲音 請小心駕駛 好 然後它這個呢 也給 雖然這個不鼓勵啦 可是它因為有改裝這個側閥門 我也讓它定一下 它原來的聲音跟側閥門 打開的聲音 好不好 欸 還沒開 還沒開 要按哪裡才會開啊 欸 還是已經開了 這樣是開了吧 它這個控制到底是從哪裡了 那 還沒開了 好 剪掉 呵呵 厲害 出發 出發 哈哈哈哈 E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Hold on Best is what suits you 耶 喔喔喔喔喔喔 呵呵呵 欸 呵呵呵 呵呵呵 蛤 有感覺吧 這麼貼這麼快的吧 喔 欸 馬上就 沒有啦那個油不夠啦 我媽的我就大繳個油門 你就跟我講油不夠是怎樣 不過這的確是真的是滿好油的 它這個手排的版本喔 0到100的速度是5.1秒 那巴素手自排的版本 我最喜歡的巴素手自排版本 它是4.9秒 也就是說現在的手自排呢 是比手排快的快0.2秒 但是呢 5.1秒的手排 那應該很專業的車手 才有辦法排出來 我們一般排不出來 我把它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一台回來 我覺得狀況比較差的是 第一個是方向盤 它的方向盤是已經很光滑了 我跟你講啦 其實正常來講 手排車你排完擋 你兩手要回來嘛 這是正確的 我們排完我們手要回來 那其實 九層啦 我自己也一樣啦 說實在的啦 開這個車齁 我自己九層的時間 我是單手啦 我手會習慣這樣放著 因為塞車啊或什麼 其實就要一直排嘛 所以呢造成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 前車主習慣 可能也跟我有一點點相近 這個方向盤魔術有點大 不過呢 其實這台車我還有一個很不喜歡的地方 當然這一代都是長這樣 但我有一個不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盤 第一個我覺得它盤徑太大了 不是很 很有 樂趣的感覺啦 其實有時候方向盤小 是沒有什麼 所謂的優勢啦 只是覺得說排起來會比較有路感 打起來會比較重嘛 因為那個叫做力矩 比較短嘛 所以排起來就會比較有樂趣 那大一點呢 越大就覺得我就常常在講 講得誇張一點 像開貨車或開公車 那個盤徑才會很大 因為它是為了要好打嘛 這台我覺得無感是會要拔掉 把電拔掉 其實我自己是不會裝這個 因為我覺得很吵 感覺它整路都在叫 對 因為它一直在叫 你聽到最後 我跟你講聽到最後它變成背景音樂 BGM的時候你其實已經無感了 就跟我之前講盲點一樣 盲點一開始你覺得 哇有提醒我耶 有沒有會亮 那後來你看它常在那邊亮亮亮亮 你聽到最後沒感覺 我自己是會這樣 你也太過習慣 然後像這個也一樣啊 然後以前年輕的時候 記得去那個北海岸你知道 18網購那條北海岸啊 沿路都在叫 有裝跟沒裝 有什麼兩樣 那你乾脆就不要超速就好了 好啦那因為齁 大家也知道 現在這個我們常常在測試新車嘛 那新車的它的環保的要求更高 然後甚至我們也嘗試很多油電車 電車 結果呢 突然收到了一台這個車 那我就有一天無聊 顯得沒事做 因為我保時捷被貼貼紙的嘛 不想開嘛 然後我就說 欸那不然我測試一下車 這台車剛剛收回來都還沒有整理的狀態 現在是還沒有整理的狀態 然後我就想說阿爸開看看吧 好久沒有開 來懷念一下BMW也是 滿久沒開囉 就手排 對不對 樂趣一下 哇 驚為天人 引擎一發動的瞬間 血液裡面的新丸子又出現了 我就覺得哇 很開心耶 剛剛講那個環保 最近有一個新聞有沒有 2025年本來是歐盟要七期環保 後來他們決定延後了 很多的車廠在抗議啦 說這個時程趕得太緊了 因為第一個他們又想電動化 2035年又想要電動化 然後你又現在又短時間內一直在 那個環保的一個排放又越來越嚴格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說 我沒有辦法專心去做電車嘛 我還要一直想辦法改進我舊有的東西 會不會48V之後就變72V 八期環保就是那媽的144V 之類的 沒辦法啊 你一直逼我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延後 所以其實這個也跟我之前 在講的喔 我們先不要講七期環保的事情 光這個2035年全面電動化 持一個保留的態度 我自己去了一趟歐洲 我就更堅信了這個念頭 那義大利路上的電動車 大概一層吧 我看到的啦 我去那邊兩個禮拜 我看到電動車大概站一層而已 其實誰最普及 中國最普及啊 因為他們現在他們的技術 在全球算是比較前面的 那你如果站在一些政治的因素啦 各國如果要角力的話 他如果不想要讓中國如願的話 你覺得大家會配合他嘛 大家應該想辦法 看有沒有別的突破口 別的能源嘛 能拖就拖嘛 或是等我追上你再說嘛 所以說我覺得 我是持滿保留的態度啊 但是不管啦 這麼多電動車 然後台灣也是啊 滿街都特斯拉 我去這個義大利 什麼米蘭羅馬 那時候很大的都市 但是我整趟這樣看下來 我看到特斯拉不超過10台 真的連機場啊 什麼我都有去有沒有 他們機場也沒有電動車在接送 他們機場就是那種 呃 了不起就是那個賓士的嘛 S-Class啊 或什麼 不要講什麼啦 馬薩拉蒂我看也不超過5台 意大利耶 生產的地方耶 賣給你們這一些想裝逼的 哈哈哈哈 說我 哈哈哈哈 欸台灣馬薩拉蒂還真多 比意大利生產地還多 怎麼會這樣 就像你去日本有沒有 台灣穿Uni-Clo的 比日本人本人還多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啦 我不要開玩笑 欸所以我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出國去看看 別人的那個 不一定是看什麼古蹟名勝 但我覺得看看他們的那個 交通啊 經濟狀態啊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那個 好啦反正結論啦 不管你什麼環保什麼電車啦 我現在就覺得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大排量真香 就這樣 那剛剛通病除了講引擎 的那個渦輪管 水管 肉油那個我就不多說了 時間到了10台9台肉 唯一台沒肉的可能是假的 你買到假的BMW 哈哈哈哈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很容易壞 老實耶 那個叫什麼 ABS感應線 那根本就耗材耶你知道 就是開開 而且那個一滾你會嚇死 為什麼你知道嗎 它那個燈一亮就亮什麼 胎壓 ABS 防滑全亮 你就想說OK 我車是不是很危險 我是輪胎沒氣了 幹我是不是沒有ABS了 幹我是不是沒有防滑了 你會很緊張 其實ABS感應線壞掉 沒怎樣 沒怎樣 它的倒檔是在右邊的最裡面 左邊的最裡面 左邊的最裡面 對 左邊的最裡面 它沒有任何的卡扣按壓 就是往左再推到底一段 然後往上推就進去 然後這個是六速手排 好來 那該是不是一定爽 你媽媽上次試什麼 408 對啊 我還不 轉速沒有拉太高咧 我就換檔了 但我認真講 這個車真的 它可以開得很快 你真的如果真的人車合一的話 但我覺得啦 慢慢開 然後聽它那個油門的那個 順暢的加速聲 就很愉快了 不見得說真的 擋檔斷油啊 要開到多快啊 我覺得就是一個順暢的油車盒 然後停停的那個聲音 我真的覺得 每一趟喔 開到它都是很愉快的 其實二檔根本就不用換了 尾巴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尾巴在動一下 他這個他媽的 是你不敢吹而已 沒有極限 舒服 騎車就很好玩了 不用買到M3 M2 這車真的很厲害 這車你如果能把它開得好 你就很厲害 它可以讓你很乖的 遵循這道路的線種 都不用怕磁線 這個車你不要想要把它開到輪胎轎 你會先叫 你會先叫 真的啦 這個車你想要看它輪胎叫 你會先叫 我不騙你啦 你不覺得我們有時候在試新車 輪胎很容易就叫了 有時候四五十就叫 那車你不要想要它會叫 我跟你講 我保證是你先叫 不然就是你副駕駛座先叫 只這樣而已 什麼都不用講 不會啦 這很好玩啦 這個如果有個一台中小 我覺得手自排也不錯 因為它的手自排是 巴速的手自排 ZF的那個 我最喜歡 最滑順的 手排自排都不錯 那我覺得手排這個 就是多了一個 你開車的時候可以 通換檔 然後聽聽它的排氣管聲音很舒服 你不要看我那個同學 不是也是開235嗎 它那以前跟這應該是同一顆的 它現在它已經換了幾台車了 好幾台了吧 它現在手機座布還是它在別人上面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 它沒教女朋友 對 如果它教女朋友 它就會換手機座 沒有啦 它是真的還是很喜歡那個車子 認真講 這個車子是真的是 是一台非常值得收藏的車 那這一代 我記得這一代的135 其實數量滿少的 它前一代的135 大概10年左右的那一代的135 其實數量 我沒有去查數據啦 但以能見度來講 我覺得這一代能見度比較低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前一代那個10年款的 那一代的135 就比較 我覺得能見度高一點 就18 那叫187 我有一個朋友啊 那個車商啊 可能十幾年前吧 他都在賣那種代步車的 結果某一天他就遇到一台 就是10年左右的那個135 就187 我剛剛講的那一代 然後也是手牌 六速手牌 他就問我說我要買嗎 這是我夢想中的車 其實對車有興趣的啊 或是賣車的很多對面那裡真的會有一個衝擊 有手牌 有指六 三千 有沒有 然後我就買 他怕什麼 他就很開心 哇買了 然後就辛苦了這麼久 賣這些便宜的代步車 我說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那個車還很貴 然後他就覺得 他終於圓夢了 結果他就很開心 他就開去那個樹林間理站 你知道我們要做車行的 到樹林間理站 他很多代辦的同行都會站在那邊 然後都會認識 有沒有 我說欸 哇你最近換這個 哇很開心 對啊 對啊 啊這是什麼 現代i30 我跟你講 你去找2010年的135的外觀 然後你再去找現代 也是差不多11年左右的 現代i30 車頭車尾 我跟你講超像 他人家氣死 開沒多久就把他買 他沒有講 我沒有想太多 結果他被人家講了一次之後 我覺得他真他媽像 那兩台遠遠看真的幾乎一樣 好啦 那基本上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台 尤其喔 越走到現在的 我剛剛講了 現在新的這種排放啊 或者是電動車 越來越多 越來越普及的這個時代 欸 真的忽然開了一個車 其實是覺得 滿開心的 我今天也沒有多花時間 再說它的底盤是怎樣多棒 加速多棒 配重多棒 其實這個我覺得都假共 只是我覺得這個車子呢 其實是一台 還滿值得收藏的車子 我自己是這樣子認為 我覺得以後只會越來越少而已 手排基本上幾乎已經是消失了 包括其實 之前有看過一篇報導 連BAW自己都說 以現在來講 手排的存在 已經是一個沒有必要的存在 但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手排是有意義的 第一個 更結實更耐用的 更機械化的系統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它是可以讓開車變得有趣的 在看這個影片的觀眾朋友 你們怎麼想呢 收排 或者大排量這件事情 但是還是要講到一個重點 BMW這個車子 我們買來很開心 它的性能 底盤等等 但是呢 你一定得花相對的金錢去照顧 這個也不用講 不要想買這個車回來不花錢 我認真講 BMW的車子是真的它的果散率 尤其越老來講的話 照顧越要花心力 不要講BMW 其實國產車 老車也是要 照顧也是要花心力 只是說 國產車它可能 不會來的那麼早 其實你以這台車12年來 也不過11年的車 那11年對於國產車或日本車來講 其實算中壯年而已 但是對BMW來講 也不是說它已經老年了啦 它很多東西都必須要更提早 它的耐用度是更差的 甚至它的零件的價格是更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 上網去做好功課 那為什麼 我常常在講一句話 為什麼這車問題那麼多 還那麼多人 那麼多的社團 哇 BMW社團一堆 老屁股那麼愛開這個車子 因為一台車子 不是只有看陀山綠而已 一台車子的作用 它可能是可以讓你 更愉快的駕駛體驗 或者是說一個大玩具的感覺 那並不是每個人買回來 我就是帶布啊 我就是要載小孩啊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要求不一樣 但是呢 我相信 對於這些喜歡開BMW的人 我們對車的要求 絕對不是只有 帶布跟陀山綠而已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 不正確或正確 正確與否 我覺得 真的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買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啊 方向機啊 這方向機也是通病 有沒有 大家那時候會有 之前我們賣的那個235也是啊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我忘記是它的那個 裡面的十字街頭還是什麼 我也忘記換什麼東西 反正這個也是通病 你看 這也是通病啊 剛好最後給你們看到了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我很久沒拍老車的都拍新車 你們如果有喜歡看老車 也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們以後就繼續拍 下週見 有一個人他跟他表哥啊 那就開車啊 我前面有車座照相喔 開慢一點喔 開60就好了 開60 啪 被照了 MART回去 回去 然後為什麼要回去 哇才開60 這張機壞掉了吧 我看它是不是壞掉 然後他們又回轉 又回去 這一次我們 開50 哇50慢慢開過去 觀察 觀察那個張機 啪啪又照了 他媽的 回去 回去 我跟他拚了 然後又回去開40 然後40又被照很不爽 他就下車 然後不是警察躲在旁邊嗎 摳摳摳 警察說你要幹什麼 不是啊警察先生 這被限速60 我60也被照 50也被照 40也被照 你這是壞掉了吧 不好意思喔 我們這噪音檢測喔 你的噪音超過 哈哈 哈哈 嗎